这周有两次 明天我们还有900台车 也从这里发往澳大利亚 新能源增速还是比较大的 从2022年的话 其实新能源的占比应该是在16%左右 在2023年的话 可能要提升到将近25% 今年我们的雇用主能产量 逐渐达到了预期 产量相比于今年同期的话 也就增长了超过60% 我们国家也是利用好传统的制造业的 把产业内环节比较紧密 配套比较完整的这样的一个优势 快速地在这个新三样的产业上面 取得了非常好的这个优势 今年一季度 上海市电动载人汽车 出口额同比增长超过一倍 出口锂离子电池增长了200%多 太阳能电池也增长了57%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